赖蛤蟆爬棺材 不咬人恶心人 蜥蜴爬进了棺材的缝隙里 小帅赶紧打开棺盖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绝美的新娘 蜥蜴顺着新娘的大腿就爬了进去 小帅顿时慌了手脚 但还是要撞着胆子把手伸进去 旁边的新郎明显很不乐意 小帅只好停手作罢 可是美丽的新娘已经深入小帅的脑海 他怎么想都觉得可惜 一天前他们接到任务 为这对刚结婚就毕命的夫妻整理一容 按照当地的规矩 死者要在家里停放一周才可以下葬 这个光荣而兼具的任务 自然落到了小帅的头上 可是小帅怎么也搞不明白 可是师傅却觉得这个问题太不专业 他叮嘱小帅千万不可以进死者的卧室 更不能对死者有任何不敬 可是师傅才刚走 他直接躺进了死者的卧室 完全没把师傅的话放在心上 除了给他们上控烧香之外 小帅还随意翻起了死者的东西 竟然发现一个相机和光盘 他把光盘放进DVD中读取 顺便翻看相机中的内容 里面全部都是新娘的自拍 可是小帅却发现了不对 里面竟然有一些新娘惨遭虐待的相片 小帅就开始自行脑补 认为新娘生前肯定遭受了虐待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声巨响 小帅走出去查看 发现大门竟然被打开了 而且上面还挂着手术用的缝补线 他顺着手术线走去 竟然来到了灵堂 原本死去的新娘竟然活了 而且还楚楚可怜地向他伸出双手 小帅此时也迷失了心智 可是下一秒 小帅猛地惊醒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这时电视开始播放画面 正是新娘生前受到虐待的场景 小帅此时可谓是痛心疾首 当他再次来到灵堂的时候 发现棺材该再次被挪开 他怀疑是新郎冤魂不散 决定帮助新娘教训新郎 他大骂新郎不识好歹 还把新郎抬到了佛像的房间 并且用墨斗线封住了棺材 希望可以给他一点教训 自己则是把新娘抱了出来 小帅不仅对新娘善解人意 还细心地给他整理一容 感叹新娘的悲惨遭遇 和他一起沐浴在阳光之下 替新郎完成生前的遗愿 可是突然一声巨响传来 小帅起身查看 新郎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可吓坏的小帅 难道他真的诈尸了不成 突然背后一阵音风起来 小帅赶紧跑回卧室 此时的新娘竟然也消失了 他大骂新郎为何对新娘如此残忍 可是四周的窗户开始放落 小帅被吓得连连后退 突然一只手直接把他拉进了床底 小帅拼命挣扎 终于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刚刚消失的新郎竟然出现在房间里 他恍然大悟 原来并不是新郎杀了新娘 而是新娘本身就有自虐倾向 是他杀了新郎之后自杀的 幡然醒悟的小帅想要逃跑 却被新娘一把掐住了脖子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关在了棺材里 而新娘则是坐在了棺材上 看来人还是按份一点比较好 不要随便触犯禁忌 请不吝点赞订阅